编转小黄金曼良 大家好 我是安东小米 水电活接近尾声了 今天我们装闭关马桶 前几天过了一趟 只是确定了一下这个水箱的安装位置 那个时候没有做水电 没有装 这是一个矮款的 所以看这个箱子都没那么大 因为卫生间呢 有一个窗户 限制了它的高度 根据现场的情况 我们可以调节它的高度 旁边呢 是两个螺丝固定 这个螺丝稍微松一点 根据你的需要呢 可以随意调节 调节到合适的高度 把这个螺丝锁紧就可以了 现在水电师傅呢 已经把一位管都做好了 所以说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只能以它这个管的位置来安装了 这个接的话 我不行 你现在就得接了 你这个往里面套 套不进去吗 师傅把一位管做的那么高 它以为马桶带的这个弯头呢 可以直接插到那个110的管子里面 其实它们是一样粗的 这款水箱还有点特殊 我们看一下它固定螺丝的位置 首先我们先看下面 下面呢 它是一个大底角 这个可以打4条底角螺丝的 前面打一个螺丝 后面可以打3条 这个稳固性不用考虑 但是看上面有个预留孔 但是没有找到螺丝 常用家说上面是不需要固定螺丝的 看它这个水箱 它是有两个功能的 可以做上按键式的 也可以做这个测按键式的 我们看一下里面固定丝杆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有一个螺口的 这是上按键式的孔 然后下面的按键式就是粘在这个位置的 可以看到吗 就是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水电工呢 已经把这个下水管做好了 所以说 我们如果定位的话 它后期做这个管 如果有偏差就不好做 买一个管固子 直接 先把这个下水管做好 然后再固定架子 现在它这个暗光呢 就是 瓦光还没有进场 所以说它这个地平高度还没有定出来 但是腰线已经有了 以后我们问一下设计师 它那个从腰线下盘多少 才是地平 确定是地平 再调我们水箱的高度 这个管固子买回来了 现在我们准备安装了 量一下这个管固子 一别的深度 大概5公分 两个管插在一起的话 就是5公分 设计师说 腰线下翻一米就是地平的位置 我们量一下 找到这个一米的位置 然后把我们的水平仪就放到这个一米线上 我现在给它定位高度呀 它地平线就平了 这就刚好和一米线了 差不多吧 幅度多少 哈哈哈 现在水管的最高点呢 离线5公分 这也属于薄贴了 现在有了地平线 我们这个马桶的水箱呢 就可以定位高度 水箱调整到厂家要求的高度 然后把螺丝稍微固定一下 架子的高度确定好以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切这个下水管 用厂家的这个弯头做一个对比 再加上我们这个管箍子 计算好它的尺寸 每一个要切多少 一切预埋好的下水管呢 再往下切也切不了了 只能是给它预留5公分 然后就切掉 后边的部分呢 靠墙太近了 绞磨机切不过去 只能是把这个管子呢 给它披成两半 从里面切好切一点 管口呢 做了一个清理 现在我们就刷胶 先把这个部分给它装上 接PVC下水管 我认为这个难度还不是太大 只要多刷点胶 怼上去插到底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架子再放过来 把那个弯管呢 放到这个位置做个对比 现在切多少就一目了然 这个再切两公分就刚刚好 切管的技术不太好 切不平整 然后我们做个打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先做了个预组 预组没问题 我们再刷胶 客户家找了一节废水管 然后刚好搭在这个管口上 与墙面量一下平行 平行量好以后 我们做一个标记 用这个胶笔在这个管口上标两个点 一会我们对插的时候 就可以找种这个点插上去 防止刷了胶以后 这个管口插上去插偏了 再要调整就有点难了 理理未未刷满胶 然后对着我们这个标记点 直接插到底 现在用我们的架子去找这个水管的位置 架子上有一个黑色的塑料卡子 这个卡子刚好卡在这个管上就可以了 这样水箱的高度也基本定位好了 把这个螺丝稍微紧一点点 现在我们打好垂直线 把这个水箱调调垂直了 水箱的架子呢 我们两边都量一下 和这个墙要平行 这边定位好以后呢 我们把水平仪放到这个水箱的侧面 从侧面再放一条垂直线 把这个水箱调正 基本确定了位置以后 现在我们准备给它打地角螺丝了 打口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下 这个位置有没有铺设地暖 尤其在我们北方 打爆了 那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个地面呢 是铺设了地暖以后 然后打的电程 这个是比较软的 比较松软的 所以这个螺丝固定的力度呢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强 在淋螺丝的时候呢 这个水箱可能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边拧螺丝 还要边要用水平仪调整它的这个垂直度 光固定几个地角螺丝 感觉心里还是没底 给它给装一下吧 就用刚才的这个水管给它切短 切短呢 刚好知道这个水箱的上边缘 就是我们打螺丝的位置 用它做一个支撑 然后我们在墙体上打了一条膨胀螺丝 在业主家找到了这个四平方的电线 给它弄个双骨的 镖在这里 这样看起来就稳固多了 和业主确认这个按键呢 要做在侧面 不是做在上面 所以要拆掉这个盖板 把这个玉霾的按键盖装在这个侧面 这个是四个小螺丝固定的 安装之前呢 一定要先把顶盖扣上 我这个工序有点反了 因为这个顶盖呢 是和侧盖有一个槽的 它们是压在一起的 顶盖的上面呢 是两个螺丝固定 现在把这个盖板扣上 现在我们这一部分呢 就组装完成了 包装箱里呢 有两个黑色的堵盖 这两个堵盖呢 是分别把这两个水孔都给堵上 防止在施工的时候 有这个沙子或者水泥掉进去 安装这款马桶的丝杆 一定要确认它这款马桶丝杆的恐惧 现在就差一个进水管了 这个水电师傅呢 后期自己做 直接用PPR管热熔接到水箱上 现在我们的预埋工作呢 也就完成了 只等它后期把砖贴好了 我们再过来把这个闭光马桶安装上 这是闭光马桶的一些配件 后期我们安装的时候要用得到 这个要收起来 保存好 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觉得有用 点赞收藏 不足之处 多多指点